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有多大胆,将裤裙穿在腿上,本以为很丑,结果摔翻了。 作为大家非常喜欢的酷盖,王一博这张高冷的脸,真的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女孩子。 虽然平常不怎么说话,总是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,但是王一博心地善良,三观很正。 多才多艺的他,处处给大家来来惊喜,而且学东西非常的快,在骑摩托和滑滑板的时候,是王一博最有魅力的时候。 身高180的王一博,在外形方面很有优势,近几年来他的发展也是比较不错,跟赵丽颖合作了有匪这一部古装剧。 穿着古装的王一博十分的是帅气,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,那个笑容迷到了很多的人。 随着人气越来越高,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地位也是越来越稳固,作为乐华的门面担当,王一博可是十分受杜华的重视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王一博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个顶级流量,不管是在偶像界还是在综艺圈中,王一博都有着很充足的话语权。 除此之外,王一博这个男生还特别的时尚,他们每次穿搭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。 近日大家有发现,王一博真的是太大胆了,竟然将裤裙穿在腿上,本以为会很丑,结果摔翻了。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,王一博的这个外套感觉十分的随性,自然,比较偏居家的风格。 但他这个裤子就比较繁琐了,虽然是裤子的设计,不过因为叠加了一层,所以有点稍微的繁琐。 里面是裤腿的设计,但是外面另一层就像是女生穿的裙子一样。 这种裤裙在这几年来一直都比较受欢迎,不过能够驾驭的却非常的少,没想到穿在王一博的身上竟然这么的帅气,有一种国外欧巴的感觉。 这样的王一博真的是给人一种很强烈的视觉冲击,就像引领了新潮流一样。 王一博和周迅学网球,还有网球,摩托,滑板,街舞,多重技能展现。 王一博,这个在娱乐圈中异议生辉的明星,不仅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,还在其他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学习能力。 与周迅一起学习网球的场景,更是凸显了他对运动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态度。 王一博的才华和技能并不仅限于演艺事业。 他在赛车、滑板等运动领域也有着出色的表现,这得益于他的勤奋和努力,以及那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。 他的每一次尝试都让人感到惊艳,无论是舞台上的表演,还是生活中的各种技能,他都能以一种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方式去迎接。 挑战王一博在娱乐圈中一直以积极向上的形象是人。 他的勤奋、努力和坚持不仅为他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,也激励了许多年轻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,而是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,未来王一博更多的可能性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。 我们期待他在演艺事业和其他领域的更多精彩表现,也期待他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总之王一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艺人,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多面性和无限潜力。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中,他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